市長張善政與雲林縣長張立善 兩位縣市首長難得合體做直播 善善聯手原來是要行銷台灣在地咖啡 雲林是台灣咖啡豆產地 而桃園則是有烘豆廠 但是一般民眾對於台灣咖啡 其實是很陌生 那雲林縣長張立善就表示了 雲林兩品農特產目前有八百七十五項 雲林的咖啡更逐漸建立了品牌知名度 今年的台灣咖啡節 在雲林谷坑綠色隧道登場 就吸引了九十六攤 來自國內外的咖啡商參與 而桃園市長張善政也指出 桃園有全國最大的烘豆廠 但是大家都不太了解 十一月底到十二月二號 在腳板山公園天目廣場 將舉辦復興好咖啡 讓大家可以好好的品嘗 台灣也有在地的好咖啡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